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英格兰队的训练中 戈麦斯遭遇重伤 报道称他甚至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接连损失主力之后 赛梅多就成为了利物普的目标 葡萄牙 Sick Noticias报道称 利物普正在考虑签下赛梅多 并准备为其提供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 不过这对于克洛普来说 也是颇具风险的一笔引员 赛梅多的身上一直有着不少争议 在承认抢劫 袭击 绑架 非法持枪等多起罪行后 他曾被西班牙法院判五年缓刑 以及八年内禁止进入西班牙境内 不过在转会加盟 奥林匹亚科斯之后 赛梅多的表现逐渐稳定 也时常有着亮眼的发挥 而除了赛梅多外 利物普也在关注其他目标 包括沙尔克 零四中尉卡巴克 以及布莱顿中尉本怀特 不过在利物普传奇球星卡拉格看来 目前只有一名球员能够胜任为利物普效力 在接受采访时 卡拉格说道 每个人都在讨论一个年轻球员 他就是莱比西的于帕梅卡诺 每个人都在谈论他 不管他是否有范迪克的身材 我认为他只有6.1或6.2英尺 所以他可能还没有那么高 但如果利物普想要得到他 那他们就应该出手 多支付一些钱 在明年1月就把他签下来 目前 于帕梅卡诺的合同中 有着45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 该条款将在明年夏天升下 而如果利物普可以用更高一些的价格来打动莱比西的话 那么他们得到于帕梅卡诺的可能性还是会大大提高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